嘿 欢迎大家回收看我分尸的游戏频道 我们今天有维多利亚3的教学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这个教学我预计会分成三个段落来跟大家做这个讲解 那最基本第一集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这个基本资讯解读 那蛮多的这个教学基本上都会直接进到操作的部分 那我觉得维多利亚3这样的游戏其实是蛮有必要大家先从这个基本每一个数值的代表的意义 跟了解一下大概哪些情况有办法增加它 哪些情况可能会减少 来先开始 因为这样的话对于后续你实际在玩不同阵营不同国家的时候 或是面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时候 你做的判断决定才会比较有依据 而不是单纯的只是照着步骤走 然后一旦换了一个状况可能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那这边我们从场新游戏开始 可以选各种不同的就是背景 在玩的时候这个游戏入门这边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先进国家的环境可能会稍微复杂一些 我觉得比较不适合拿来做解说 但是这些国家的推荐其实也是没有错就是确实是比较简单的事例 那我们这边可能会选这个杀核模式去找一个没有特定游戏目标 然后找一个比较状况比较单纯的事例来做解释 那点击杀核之后他会把整个世界地图读进来让你开始从里面可以扮演的事例中去做选择 那我这里的话可能会用朝鲜来做这个解说 朝鲜的部分的话他的外交状况蛮单纯就是属于大清的进贡国 然后本身的发展进度也是还算落后 但是没有到非洲球长那么夸张 那这个情况的话能够避免掉一些外交 还有市场过于小过于封闭等等的问题 来做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因为他至少会属于大清市场 那我们这里就直接选朝鲜开始 他的成就现在是允许的状态 游戏规则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那铁人模式也没有开启 建议这个铁人模式就是新手状态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尝试 因为游戏里面他的试错并没有像是钢铁雄星 这些其他的批设游戏那么严重 但是主要是这个有一种类似支线任务的系统 你可能会需要多次尝试 你才会知道他的奖励到底好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刚开始游玩的时候 还是多需要多一点的这个存档跟读档 那我们这边开始 游戏一进来的时候时间自动是会帮玩家暂停 所以不用紧张 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慢慢的看资讯 首先我们先学一下怎么样解读这个界面左上角的总体资讯 那这个界面第一个看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国旗 国旗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国家 就是盖栏 盖要状况的一些资讯 然后最好用的就是这个讯息盖要跟第二个夜迁的这个外交状态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朝贡国 然后如果像我们选到大清看一下 点一下大清的国旗 然后我们看他的外交 就可以看到里面他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西藏是他的附庸 然后这个蓝方是他的朝贡国 所以这是大清目前的状况 这个界面主要是你可以去查看自己的国家或是其他国家 他们在这个目前状态下有没有什么战争或是进行中的博弈 然后再就是有没有盟友 那这个国旗的界面可以在多个地方找到 我们在左上角永远点得到自己国家的国旗 可是在看其他人的界面的时候也记得就是可以去点他的国旗来看到类似的一个面板 那这个面板除了这两个夜迁里面的资讯非常有用的外 就是再来另外有用的是主要是两个按钮 一个是这个前往市场的按钮 我们这边可以前往各个不同国家的市场 像这边先示范一下 如果我选择我们自己国家的行省或是我们的国旗 按这个键头我们就可以跳到大清市场的界面 那像这样子我有的时候选某一个国家 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属于其他人的市场 因为正常来说很多小国家都会是自己封闭的一个市场 可是有的时候他会因为某一场战争或是外交博弈让步 导致他加入其他阵营的市场 那你可能去确定这件事情是蛮容易可以用这个整个外交视图 用这个市场的视图去看出他每一个着色 像我们现在就被化成黄色属于大清市场 这个界面是很清楚没错 但是通常你在评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伴随着一些其他的考量 所以像我们正在看东印度公司的概况 我们就不需要去切市场夜间可以直接点开 我们就知道他现在属于不列颠市场 那另外一个在国旗界面里面好用的按钮 是这个拉进到某处这个按钮 这个某处呢像我们是荆棘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首都 那这个好用的地方是在于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去别的地方做这个外交上的操作 像我们要来看不列颠 然后希望对他改善外交关系 那我们设定了这个这些操作之后 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我们就不需要用这个拉动地图的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用自己的国旗点这个放大镜 我们就会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就可以开始做这个自己领土的管理 那介绍完这个国旗面板之后 我们看一下他下面的这个数字 他代表的是我们目前的国际排名 那国际排名是依照你国家的威望决定的 威望越高高过其他国家 你的排名就会上升 你威望降低的时候 你排名就会下降 那这个排名在游戏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很容易因为了节省开支会下降 提升排名最主要就是看你的国力跟军力 所以冲排名最好的办法就是建军 海军跟陆军都可以 但海军通常容易一些 但就要看你需不需要真的用到这些军队 如果需要的话最好还是务实一点 需要陆军建陆军 需要海军建海军 那只是想要碰轰一下的话 海军通常是还不错的办法 那前提还是发展国力 所以在游戏早期如果游戏跳出提醒告诉你 你的国际排名正在下降 其实除非它有影响到你的一些外交功能 不然建议大家是不要太早去注意它 就是不用去注重它 它如果下降了就下降了 不会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排名会影响到的地方是 你在贷款的时候需要支付的这个税率 这是不是税率 利率 就是你会需要偿还比较多的利息 所以要注意就是 有一些负债建设的建议玩法 在满广为流传的 可是如果你自己玩的是一些次要事例的话 要知道你其实负债的额度是蛮有限的 不能够那么嚣张 要注意一下 这个贷款的偿还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但排名确实不用太注重它 我们在国力发展起来之后才开始去发展排名就可以了 那接着看一下主要的这个数值了 这一排数值是游戏里面大概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一目了然数字也大 就是因为它对游戏的影响通常是比较大的 第一个排 左边排过来第一个是行政力 行政力的生产主要是来自你国内建设多少的政府机关 行政机构去增加行政力 这些行政机构通常会聘用一定的公务员量跟消耗这个纸张去办公 那这个行政机构的维持费其实相不算太便宜 因为它其实蛮浪费钱 那再来是行政力的消耗来源主要是在哪里 它会消耗在管理领土 管理政府机构 政府机构就是类似我们后来解锁了一些新的教育的科技 然后也把这些科技在政府的改革里面纳入我们的法律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成立教育机构之后 我们可以去提升我们教育机构的等级 在政府里面 那去提升这个等级的时候就会消耗一部分的行政力作为维护 通常每一集大概是100多点 然后 除了人口跟政府机构以外 再来就是降临也会少量的消耗 随着降临的阶级提升的越来越高 消耗的也会多一些 但是整体来说对比前两项消耗来源 降临的消耗来源是非常些微的不用太注意它 但是就是记得每一次行政力达到赤字的时候 你会蛮需要把它补满的 但是一旦行政力现在是正的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再往上加 会蛮浪费钱的 那赤字需要补满的原因是它的正面效果跟负面效果不是一样的 我们正面效果现在显示的是我们有超额所以建造力提升了 我们建造速度加快 可是如果是负面的话它不是扣建造速度 如果今天行政力不足它直接扣你税收 你会直接有告诉你说你有14%的税收不回来 因为行政力不足 那这个就很严重 所以行政力就是不要投资就可以 那下一项的话我们看一下叫做权威力 权威力的主要来源是你的正体 它可以透过科技透过类似你国内的知识分子支持你帮你写宣传文章什么的 你会因为有一些来源得到一些加成 通常是这些是加% 就是类似加10%加20%这样 那但是权威力的基础值就是加几百加几百的这种基础值 主要是来自你的政体 所以一旦你从君主专制慢慢过渡到民选 过渡到就是民主的时候 它会随着阶段下降就是一部分一部分 在国教啊种族排斥啊这些也是 你只要是越封闭落后的政体跟法律 它的威权权威通常越高 那这个权威高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可以用来有启动蛮多好处 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大 你对改变一个法律让国家得到一个整体的加成会比有权威 然后对某个地区或是某一些事件做加成处理会来的更有效一些 所以随着发展我们是权威是会慢慢损失的 所以你比较不能够针对一些特定的重点去做调整 那它的使用方式的话我们会在游戏的启动篇的时候再做示范 所以基本上权威先了解它的来源就好 它的支出也支出是有几种不同的用法 那在启动的时候大概都会分配到 再来是影响力的部分 影响力要记得就是用来做外交动作 像我们刚才对英国进行这个关系改善就是消耗我们的外交影响力 那外交影响力如果留着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540点没有用 它会给你一些好处 像这个好处是会加快我们恶民降低的速度 所以如果我们在外交上做了一些声名狼藉 会被骂的事情的时候 你如果留下足够的外交影响力 这个会恢复的比较快一点 那整体来说的话 影响力通常不太会缺 对通常不太会缺 因为外交上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中心 就专注做某一件事 通常会有一些剩余 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上面最不重要的一个参数 但是你还是需要知道在哪边看 你还能不能进行外交动作 就是这里 然后商船的话 我在游戏自己新手阶段的时候 蛮不注重这个参数 可是实际上它还蛮重要的 你看我们现在的商船超额75 是增加25%的贸易路线竞争力 然后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BUFF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商船做备用 UBI 因为要有这个备用的商船 才能够预防一些事情发生 像是贸易路线的升级 它会消耗额外的商船 这等于是扩大了这个贸易规模 然后再来是 如果你有海外的那个领土 需要跟首都做联通 它在这个维持联系上 也会消耗一定的商船数量 那再来是 你如果有军队在海外作战 它的补给线 的供应 就是需要用商船去接应 不是用军舰 所以这几项都会减少你的商船 那 商船增加的时候 然后 商船的增加其实就是会蛮浮动 所以你多准备一点 它对你的贸易加成有好处 然后你也比较不会因为一些突然的事件或需求 就导致商船不够 然后就灾难 不管 刚才讲的不管是海外领土的联通 还是军队 还是贸易路线 不管哪一个受影响都蛮严重 所以商船最好是要多准备一点点的量 那注意就是不用多很多 你只是需要比你现在再多一定的百分比 像我们像这个多到100% 就是对于我们的贸易来讲 但是实际上有在开始贸易的时候就超额不容易这么高 所以这个挣多少数值不是太关键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绿色条 你通常会希望这个绿色条有超过三成以上的挣值 好 那最后看最重要的参数就是金钱 游戏里面做大部分的事情都会多多少少用到钱 那金钱的来源就是有税收 然后铸币收入就是造钱的意思 然后还有那个消费税 早期的话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这些 贸易关税的占比没有办法到太高吧 尤其是这些次要司令 那但是了解一下金钱有一些不同的来源 那支出的话主要会是你的建造项目 你正在盖房子的话 你会花大量的钱去买建材 那这是最主要的支出 那维持费的话就是政府公务员跟军队 这两个维持费是最主要的 在外交条约上我们这边显示-5K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的进贡国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需要付出一些钱 那到这边主要的左上参数看完了 我们接下来看次要的左上参数 次要的左上参数表示它没有对游戏里面的产生直接的作用 就是让你可以马上把这个钱拿去用掉 或是把这影响力拿去用掉 它不能被拿来消费 但是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所以它直接就列出来 你不需要到别的面板去查看 像我不需要去猜一下我现在国家的GDP是多少 我可以直接在这个面板上看到 那GDP就是我们国内的经济的体量到底有多大呢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发展指标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经济规模扩大了多少 那人均GDP才是表示你国家的真正的竞争力 所以要注意就是 国家的GDP只是代表你的经济规模有多大 但是人均GDP才表示你的人有多有钱 就是在这世界上是多领先的地位 那我们这边可以用清朝来示范 应该是最极端的例子 清朝的GDP是全世界第一133M 但它的人均GDP才0.36 只比我们朝鲜的0.33高一点 所以就其实差不多穷 只是因为它的人口是好几倍 所以它的经济规模大 但这样子不表示它是一个强国 那人口的这个效力带来的影响 就是对受到科技的加成蛮严重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力这边最主要的支出 也是在管理人口 所以你要能够有一个很高的人口 但是每一个人都很穷 然后还要是一个强国的难度就很高 因为你光管理那些人口的费用 就已经很重了 第二项的话是市制率 市制率基本上靠着阶级流动 就是从自耕农变成农夫 变成店主变成工厂工人 或是变成资本家 它会有一个阶级流动上升的过程 会增加一点市制率 然后再来就是主要就是要靠教育机构 教育机构的话需要通过法律的科技研发跟法律改革 才有办法开始成立教育机构 去让这个人民的市制率变高 市制率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科技研发速度 不管是被动的科技扩散 还是主动去研发都会有影响 那在生活水平的部分的话 它会是显示这个我们国家的平均值 我们目前的平均值是10.4 然后最低预期是 平均最低预期是5.2 那这个带蛮多状态 开始的时候都长这样 可是实际上好像不太能表示 你国家真正开始运作之后的生活平均 但整体来讲 大部分的落后国家应该都差不多长这样 那这个生活品质会因为你抽重税 因为你的国内的消费品变贵 举例来说人民买不起衣服 人民买不起茶叶买不起食物 那就会因为这个关系导致生活品质下降 那生活品质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只要国内物产丰盛 而且贸易是 基本上让你国内是没有缺什么东西的 那生活品质自然会上升 那再来是你的居民要有钱买得起这些东西 所以人均收入的部分 对生活品质的影响很重 那生活品质高会影响到移民 这要注意 所以你生活品质低的区域 会向生活品质高的区域做移民流动 同市场内的移民会非常容易发生 所以像我们国内要是生活品质充得很高的话 大清的人口会开始朝我们国内移动 变成移民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总人口 总人口这边比较有用的是它底下帮你细分的部分 所以你要看一下有多少的自给浓 就是自给浓的部分 然后失业人口多少 受抚养人口多少 这这几个部分是就是比较影响到你经济的 通常这几个数字都太高都不是太好 好了那左侧介绍完了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下方的面板 下方面板的话我们会用简单的方式大略盖过 在启动片的话实际操作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面板的用法 第一个是生产 生产的话就是用来盖一些农场产资源 矿场产资源或是用工厂把资源转换成产品 这个面板主要是盖这些东西 那在政治仕途的话 我们开这个部分的时候可以盖建造部门跟行政部门 这种政府机构 然后同时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势力的影响力的概表 那这个不是太重要 通常不会在这边看 我们会直接在左侧的政治这边看 在第二个页签里面可以颁布各式各样的法令 去提供某一个区域特别的强化效果 然后最后一个功能的话是针对某一个地区 进行的功能动作 最常用的会是重置生产方式这个 这个的话在有时候叛乱发生或是某个领土 是刚刚透过战争取得呢 它的生产方式可能设定会跟我们全国的其他地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让它跟全国的主要生产方式达到统一标准这样 生产方式这边讲起来这样子对新手来讲可能会有点迷惑 然后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建筑的生产方式里面 有的时候可以去设定希望它生产什么东西 举例来说玻璃厂我们可以设定它要不要烧陶瓷 伐木厂我们可以设定它要不要去砍硬木 还是它是只生产一般木头 这会影响到它生产出来的比例 就是产物的比例的结构 那去统一生产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国内的假设伐木厂 所有的伐木厂都有在生产一幕 而不是有的伐木厂生产一般木头 这样的话就这个产出可能才会跟一开始规划的一样 就是记得这个统一生产方式 其实蛮多时候是蛮有用的 外交试图的话可以看到外交关系的概况 像大清跟我们的关系蛮好的是绿色的 日本跟我们的关系不太好 然后宣告利益这个不太会用到 外交里面其实大部分的资讯只有查看的作用 就是你点开这个面板通常都是为了查看 查看世界的概况 然后外交博弈这边可以告诉你 全世界里面范围内你可以互动的势力 有多少动作可以进行 像我们可以对一个国家进行独立的动作 那就是对大清 我们可以对大清宣布独立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 对三个国家进行改善关系的动作 这都跟我们目前利益有跟哪些国家去互动到有关 所以外交这边虽然有宣告利益这个功能 可是我们很少会使用这个面板来做这件事 像现在我假设想要对俄罗斯改善关系 我们需要先对俄罗斯宣告利益 或是在俄罗斯已经宣告利益的地方 我们也在那里宣告利益 我们就可以跟他开始互动 那这个动作我说很少会用外交面板进行 因为我可以直接对俄罗斯的领土按右键 就做到这件事情 可以做到宣告利益 或是改善关系的动作 所以如果我发现我没办法对他改善关系 表示他对东北的利益目前是移除的 就是俄罗斯在东北没有利益 所以根本没有重叠到 那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利益移动到 跟俄罗斯有重叠的地方 然后跟他改善关系 这样的话俄罗斯如果把东北的利益撤除了 我们不会跟他忽然间就失去改善关系的这个动作 那外交面板看完 我们现在看军事面板 军事面板的话也是蛮少用的 你可能可以用这个面板 盖一下军营跟海军基地 就是对应就是扩建陆军跟扩建海军的量 然后陆军跟海军这几个面板也是几乎不会用到 你切这个仕途的时候 主要就是为了把画面上的杂音去除 让你专注在看军事相关的资讯显示出来 不然这个面板几乎不会用到 那最后这个贸易面板 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盖港口 因为港口在其他地方不太好 你没办法用其他的建造项目找到他 建造部门在这边也有重叠一个 贸易行动 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 这个都不是太有用 因为他这边显示的一样是国家的数量 这表示我们有13个可能的出口硬幕的对象 但他不会告诉你获利 所以这个东西点开其实 才看得到 那所以看这个总览来讲的帮助并不大 所以一样也是左侧的这个面板会比较有效 那这也是就我刚才讲的外交军事和贸易 这三个会稍微少用一点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左侧的功能里面它稍微详细一些 所以我们实际在游玩的时候会偏好使用这里 那下方的面板也看完我们现在要看右侧 右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时间 告诉我们现在是1836年1月1日 然后目前是星期三上午暂停 我们可以恢复时间流逝 然后他这个进度就会开始往前走 这一条读满的话游戏时间会前进一个礼拜 那游戏里面的大部分资讯在结算 包括像税收啊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以一个礼拜为单位的 建筑的建造也是一个礼拜推进一次进度 所以基本上这个读取条是告诉你 类似下一回合什么时候开始的概念 那这边的话有开始跟暂停两个按钮 可以用空白键来操作它 这里的数字也是12345 可以用热键操作它 也可以用滑鼠去点 但是这个数字就是对应了游戏速度 我们现在用5号的话这个速度就会很快 用1号的话这个速度就会很慢 在这个界面时间控制的界面下方 是比较常用的一个资讯界面 我们的建造列表 上方这一排表示我们政府出资 会消耗我们的黄金去盖的房子 正在盖什么东西 下方这一排的话则是显示 民间企业或是财团或是贵族 反正地主 一些非政府的来源的建案 有哪些正在进行 两边都会消耗掉建造部门 那这边的拆分比例是依照我们的法令去决定的 我们的经济法要是 是 某一种形式的话 会导致私人部门比较多 某一种形式会导致政府部门比较多 那 游戏早期的话不用太介意这个私人部门建设 他通常会自己往有利益的方向去建设 然后 游戏都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 你就会希望大部分的建案掌握在政府手中 所以会尽量把法案改成可以政府多决定一点 他目前的拆分我们总共只有7点的建造力 那7点里面正常来说私人部门只能分总25% 可是因为目前政府没有任何的建案在抢这个建造力 所以现在7点的建造力是全部交给私人部门去使用的 私人部门整体来说算是不花政府的钱在盖房子 但是 其实他还是有花到一点 这个理解上就是说 私人部门在建造的时候 他还是从市场上去采购了这个建造物资 所以假设政府也跟着在盖房子 私人部门也在盖房子 那私人部门占用的那一部分的建造力 还是有在导致你市场上的建材变贵 所以相对我们政府盖的那些房子也变贵了一点点 所以私人部门还是有在花钱的 不是完全免费 但那个影响幅度并不大了 几乎可以把它当作是免费 建造这边还要理解一下这个按钮是一个不错用的热键 它可以帮你直接开到建造页面的最后一个页迁 就是正在进行的建造序 我们这边建造一个 假设建造一个这个水稻农场给大家看 我们点开就可以看到水稻农场正在建造 然后如果我们加一个畜牧场进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盖完水稻农场之后 会想要开始盖畜牧场 那这个按钮就只是一个快捷 让你快速进到这个面板 这个面板好用的地方就是这个暂停所有 它可以让你暂停所有正在建造的政府建案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资金临时有问题 你可以假设忽然间有一场账要打 你可以赶快把所有建案暂停 把资金省下来 把军队的薪水调到最高 这样 那 这边正在建造的项目都可以点开查看 假设我在这里挖一个铁矿 我们点开它 就可以看到这个行省正在盖的这个铁矿的设施的概念 所以 举例来说我在纳闷这个AI正在盖的普京站真的有赚钱吗 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目前没有任何运作的普京站 所以我们还不太确定它赚不赚钱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正在运作的铁矿现在是赚钱 所以我们加盖一个铁矿的话是还可以接受的投资 所以这个的好处是它帮你选到特定地点的特定产业来查看该矿 好 那这个界面就算是介绍完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日制条目 日制条目按这个前网可以打开类似左侧的日制面板的这个效果 那 你可以把它用信号钉选到这边来 它就会显示在条目这里 每一个日制都可以理解成一个小的支線任务 通常完成之后会触发一个好奖励事件 我们这边不一定是所有的日制都是好的 有的日制是负面事件 但是基本上那个负面事件也是你要把它定权起来 当做一个支線任务去完成它去避免它发生 那 我之前面建议大家不要用铁人模式 这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有存档的功能的话 在每一次遇到一个新的事件触发的时候 这个支線一跳出来 我们就可以先存档 然后评估一下我们要不要把游戏的走向发展 变成去完成这条支線 那新手状态的话大家都可以试着完成看看 来确定这个事件后续的奖励到底好不好 像这个官方民族性事件就奖励不怎么样 所以不用太不用太认真的去完成它 那举例来说像是建设大学的事件 通常都奖励都蛮好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通常我们一接到就会马上试着去完成它 那这个部分它的游戏就是呈现的不太好 因为它完成了奖励通常是触发一个事件 然后在那个事件里面去选择你要的奖励是什么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在完成之前 就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划不划算 所以就必须照我刚刚讲的大家先稍微去试过 你可能会比较清楚这个事件到底划不划算 那在你下面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外交动作有哪些 然后如果有额外的外交博弈也大概会出现在这里 告诉你说可能有某一场外交博弈正在触发某一个战争之类 那底下的话可以看到全部的陆军将领跟海军将领都会显示在这里 关于将领的部分我们在军事的时候再去做比较详细的解释 所以这个可能暂时就先不提了 那军事的这个教学我目前是没有列在 就是一定要做的教学项目里面 因为我觉得军事在维多利亚里面占比还不算太重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也想要了解军事的话 就是在留言让我知道我们之后 后续再做完这些经济发展相关的教学之后 就会开始再规划一下 那到这里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基础资讯教学也算是完成了 我们跳过了一个非常大的段落 因为全部讲完的话其实时间就会太久了 我们跳过段落最主要就是在左侧的这个面板这里 那这些面板的话在游戏的启动篇里面 会有比较多的实际操作 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怎样去使用哪个面板 来做达成哪一件事情去做这个互动 透过这个边做边学的方式来理解 可能会稍微方便一些快一些 因为不同的面板在不同的状态下的好用程度不太一样 那第一期的教学跟大家一起讲解到这里 希望这次的内容对所有人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